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好玩长姿势的DIY汽车养工节目 撸车师兄 上周有位老哥私信问我 车子的空气滤芯是油性的好还是干性的好 真的巧了 我正准备把我老Jeep的空气滤芯从干式的换成油性的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油性就一定比干式的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如何自己动手选择和更换你车子的空气滤芯 首先 更换空气滤芯需要准备的工具还是一如既往的简单 一把螺丝刀和一双棉质手套就足够了 但是为了测试这两种不同的空气滤芯 我还准备了空气压缩机 一根透明的塑料管以及一个乒乓球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步 取出空气滤芯 说实话 更换空气滤芯应该属于汽车DIY领域最入门最基础的项目了 你需要在发动机舱里面找到空滤盒 它一般是一个矩形的黑色盒子 就是这个 一头连接着节气门通向发动机 另外一头是一个进气口用来吸入空气 几乎所有的家用车都是这样设计的 就是这个盒子 然后你需要确定它的打开方式 有部分的德系车型是采用螺丝的形式来固定它 所以你需要使用到螺丝刀 而大部分的家用车型都是这种卡扣的形式 你只需要戴好手套 然后用力抠就能够抠下这个卡扣 就像这个样子 当然你需要把空滤盒上所有的卡扣和螺丝都拆掉 就能够拆开这个空滤盒的盖子 然后从里面拿出空气滤芯 这个是原车的干式空滤了 其实你的车需要选择什么样的空滤 是要根据你具体的用车环境和用车需求来决定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它们的结构 干式空滤是由纤维氯质和黑氯质